Win11不太好用算是我这两年常听到的一种论调啊 抛开bug多不谈 什么把好用的东西给删掉啊 增加学习成本啊 增加使用割裂感啊 总之是各种说法叫苦不迭 但是近两年新出的笔记本电脑基本上都已经预装了Win11操作系统了 也就是说我们一拿到手 一开机就逃不开Win11了 或者有些朋友之前买的电脑已经主动或者被动的升级到了Win11 但用着呢不舒服 又不会或者嫌麻烦不想退版本了 就会稍有一些头疼 好在以上这些抱怨的问题多数源自习惯而不是性能 于是本期视频我们尝试从习惯角度着手 总结一些Win11的设置或操作 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教让电脑变得更顺手 提升日常使用体验 绝大多数设置都不局限于笔记本 也适用于台式机 大家可以酌情参考 时长有限本次涉及到的方面有这些 我们也做了时间轴方便各位跳到感兴趣的部分 如果没有感兴趣的部分嘛 也可以多看一会儿 求你了 本次演示以22H2版本为例 不同版本可能稍有差异 问题不大 在开始聊设置之前 我们先说一个东西 开机启动项 也就是会伴随我们开机一起启动的项目 我们可以关掉一些不常用的项目 这能缩短开机时间 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占用 也可以把开机之后注定会打开的软件 设置成开机自启动 还可以把Steam、EA App、Ubisoft Connect这种游戏启动器 设置为开机自启动 这能避免很多莫名其妙的网络问题 我们右键点击任务栏空白地方 点击任务管理器 在左边的启动应用里 就可以完成上述设置了 开机之后一眼望去 Win11集目所见的改动 除了全新的UI风格 当初这个居中的任务栏最抢眼了 好 我们就从它开始 鼠标右键点击任务栏空白处 然后点任务栏设置 这里可以隐藏或关闭我们不需要显示的图标 这个小组件是类似手机负一屏的东西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设置系统托盘图标 以及其他系统托盘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QQ为例 开启 它的通知图标就会直接显示在任务栏上 关闭则是会收起 我习惯能收的全收了 这样看起来更简洁一些 大家自便就好 然后是这个任务栏行为 点开它 第一项就是任务栏的对齐方式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觉得居中很好 但是很多年的习惯它就是替代不了 那可以选择靠左 任务栏就会从中间移到左侧了 下面的这两个选项 合并任务栏按钮并隐藏标签 比如我多开几个网页 或者文件夹 通常Windows 11会默认帮我们把它收集到一起 就像这样 但是当我们点击从步 则会分解成独立排列的状态 至于任务栏以满时的选项 就和字面的意思一样了 其余的选项如自动隐藏任务栏之类的 就不展开说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这里这个在系统托盘时钟中显示秒数 勾选之后我们右下角的时间就会精确到秒了 要注意的是这个设置不在时间设置里 而在这里 回到开始菜单 我们点击右上角所有应用 顾名思义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电脑里的所有应用 我们可以卸载不想要的预装软件 和爱过但是已经用不到的软件 就比如守望先锋 当预装软件卸载了 它的图标自然也就消失了 如果有你想要放到或者想要移出任务栏的图标 直接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就好了 理顺了任务栏 我们开始整理开始菜单 点击开始图标就会看到很多的应用 这些应用不止可以通过拖动变化位置 还可以组成门件夹 用起来跟手机的感觉差不多 方便分类 如果是对桌面解决度有要求的用户 也可以把一些桌面应用图标固定在开始菜单 然后把桌面的快捷方式删掉 缺点是增加了我们打开应用时的操作步骤 有利有弊吧算是 还是开始菜单界面 我们右键空白处点击开始菜单设置 就会呼出一个这样的窗口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布局模式 也可以关闭开始菜单的推荐项 也就是这些 但是Win11比较神奇的是 就算关闭了推荐 这里的空间还是不会给我们用 而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关闭了推荐 就很尼克扬啊 嗯? 点击文件夹就可以添加开始菜单电源按钮旁边的快捷入口 像我就习惯性的添加了一个设置在这里 在开始菜单的右边我们点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它会默认打开我们的主文件夹 我们点击上方的这三个点 在选项里我们可以修改成默认打开此电脑 点击应用即可 然后我们往右看 这个小喇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啊 它代表着我们电脑的音量选项 我们把鼠标移动到它上面 然后滚动鼠标滚轮 就可以快捷调节音量了 这也是Win11更新之后多出来的一个小功能 然后我们点击小喇叭 再点击右边这个选择声音输出图标 如果我们同时有多个输出设备 比如音响和耳机 在这里可以选择用哪个来发出声音 滚动鼠标滚轮 下面有个音量合成器 在这里我们可以为不同的应用 分配不同的音量补丁 这主要是因为在同样基础的音量下 不同的应用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比如我听个歌开个二手觉得很正常 但是打开某个嗓音比较红亮的直播间 就会觉得吵闹 我们在音量合成器里 为不同应用设置不同的声音之后 就不用每次把声音调来调去 或者一些不想听到通知声音的 也可以暂时关闭 比如一些挂机刷图的游戏 如果你的版本和我不一样 这里没有这个选项 那么你可以点击设置 然后点系统 选中声音 在下面的高级设置里找到音量合成器 然后是同样和声音有关的一项设置 实时字幕 我们点开设置 找到了辅助功能 点击下面的字幕 这里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实时字幕的选项 当我们初次打开它 系统会提示下载 我们按照指示下载之后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框框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位置 语言等等 然后当我们看视频或者直播的时候 它就会实时自动生成字幕了 识别准确度勉勉强强吧 不过没有翻译功能 就算我们选择简体中文 如果我们看一些外文的视频 它还是只能空玩 这个东西我能想到的用处有两个 第一个是看直播 比如我有一场不得不看的比赛 它和上课时间冲突了 我在课上偷偷看 开声音不合适 又没有字幕就可以用它 但是这种行为不鼓励不提倡不赞同 我们笔罢不支持不欣赏不负责 第二个用处是 在我们看英文视频的时候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给我们英语学习提供一些帮助 宝贝 虽然目前看起来有些鸡肋 但好处是信息全都是本地处理的 不会向云端共享 然后是电源与电池的选项设置 我们在设置界面中选中系统 然后点击电源与电池 在这里我们可以控制闲置吸屏的时间 我一般会全部调成从部 这样我回到电脑前 就可以第一时间结起工作 下面的电源模式 这里我们可以在性能和省电中做出取舍 选择适应不同情景的模式 有些笔记本厂家的控制中心 会接管这个模式 导致平衡模式和最佳性能模式没有区别 或者这里干脆就没有这个选项了 那你就要到厂家的控制中心里去调整了 通常来说 如果是插电打游戏 选择最佳性能模式会更流畅 如果是不带适配器出门上课的话 最佳能效模式则能苟得更久 最后想聊一下Win11广为诟病的右键选项 比如快捷操作 复制、粘贴、剪切是图标形式 用久了可能会习惯 但是一开始用难免会感谢有些抽象 徒增学习成本 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还是不习惯的话 我们可以按住Shift键再按右键 就会出现原来那种经典选项框了 但还是很麻烦 希望以后Win11能够提供一个选项 方便用户在新选项框和传统选项框之间切换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看 有人觉得Win11就是这样 它去掉了Win10广受好评的磁贴 强迫咱们习惯新的复制、捏贴、剪切 去其精华增加糟粕 而且虽然开头我们说了抛开Bug不谈 但实际使用时Win11的Bug确实抛不开的 不过平心而论 它的某些预设对于新手来说还算友好的 就比如微软自带的输入法就简洁好用 而且至少暂时不会在备选词里塞广告链接 说到底操作系统也就是个工具 自然有优点也有缺点 我们通过自己的打磨让工具更衬手这是不错的 但如果这件工具本身优点多一些 缺连少一些 那我想它的用户肯定会疏心多一些 抱怨少一些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可以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谢谢 这里是笔八评测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